最近在物理治療中應用的不同種類電療 今天我身旁的一台叫做干擾電療 在物理治療師處理痛症、關節痛症、肌肉痛症 和放鬆軟組織都非常有效 不同類型的電療的定位都不同 而今天所說的這種電療針對運動或肩頸的勞損 放鬆效果特別好 我手上除了有這部機器之外 如果你有留心看有不同的部位可以選擇 肩膊、膝蓋、腳跟等等 亦有一個吸盤在我手上 我先講講應用如何使用 首先我先選擇我需要用的不同類型的波段 所以我們經常講電療 好像坊間裏面有些插電心的有電療 充電的也有 但在專業上我們所講的電療 其實那些頻率、距離、電與電之間發電的距離 等很多這些細微的東西都要調節 跟平時你看到一部小部機器 貼在身上的肌肉收下放下的都完全不同 首先我要選擇我想用的哪一種電療 頻率、哪個地方 要選擇時間等等各樣東西 當然這不是我們講的重點 不過我想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原來一個電療 不是這樣開的制衫就有很多東西要調節 在一個物理治療師的角度 當我做完之後 我便要開始把這些吸盤 慢慢放在我想做的部位裏 例如今天我想做一個小腿肌肉的放鬆 例如這個病人打羽毛球的時候 小腿肌肉拉傷過 開始的時候當然我們做很多消炎的事 但亦都需要做一些肌肉的放鬆 所以我們會集中在小腿的部份裏面 如果留心看的朋友 你會發覺這些線有不同的顏色 有黑色和灰色 為何這個叫做干擾電流呢 其實那個原因 都跟這個線的組合有些關係 讓我看清楚 灰色灰色這個是一組 這是一組 為何它叫做干擾電流呢 原來當它有電力的時候 這一組和這一組就會產生一個交叉 這個交叉如果有讀物理的朋友知道 其實當你兩種電交叉的時候 它會有高變得更加高 低會變得更加低 因為這個電流的緣故 它會令到肌肉放鬆 亦都令到有一個止痛的效果 我先看看 當我將電力慢慢調高的時候 這些吸盤會放電 其實當電進去之後 肌肉開始會有感覺 開始的時候 那個病人就會覺得有一點針疾的感覺 慢慢慢慢 它會看到 那些肌肉好像想上地 想抽筋 握著握著握著 當這個時候 我就會再調教一下 時間了 好了 發覺OK了 如果你在旁邊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那個電流 一路會有上落 不斷地變化 而這個變化 亦都隨著我調教不同的波段 你看到 這個就升 兩個都升 這個沒有了之後 到一邊 所以在裡面 其實電流不斷地走 這個就可以令到肌肉放鬆 和止痛 亦都可以 因為有這樣的吸盤關係 有些像按摩的感覺 如果有些腰背痛 肌頸痛 或者肌肉痠痛的朋友 做完之後 會覺得那個地方特別會放鬆 讓大家知道 原來干擾電流是這樣用的 當然有些時候 我們不用吸盤 亦都可以用一些 一片一片的電極黏進去 那些都是屬於干擾電流 只不過使用的模式不同的原因